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一件事比较高深 我们节目有时可以拍摄高深 以及经济学教授 我们讲经济学界的事情 其实我挺意外 在香港有经济学教授 最近有一个Princeton的经济学教授 叫Alan Kruger 他自杀死了 其实在外国我都看了很多新闻报道 最主要是他以前在奥巴马时期 做过奥巴马首席白工的经济顾问 经济委员会的首席 我现在是我的老师 虽然他没有获貝尔奖 但也算是一个人物 香港我查过是没有人讨论过 香港人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 这个人 实际上第一件事就是 原来我现在也有看他不少的 因为他有很多研究都很有趣 譬如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就是我们所说的演唱会的票 为什么会卖得这么贵 是的 我写过一篇文是抄那些东西的 是的 我没有看他的东西 我自己写完之后 我发觉他有些东西跟我相配 因为他有说到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外国演唱会都是很严重呢 就是那个歌手想保持自己的形象 就不能变成吸血鬼 所以明明有得赚的 他也赚少一点 但他也说了一件事我没有想到 就是以前演唱会是支付唱片 是的 我有说过 现在就反过来 唱片是帮演唱会宣传的 这个就是经济学上面 我们经常说的 大家都说明的所谓的 所谓的失败者 譬如你去车入市场 他有些特别便宜的 是虚钱给你的 但是你暂时去买这些东西之后 你买其他东西就赚回你 当然他最有争议的 就是关于失业率的研究 因为他是用了很多数据证明 上司证明 就说在增加了最低工资之后 那个失业率是没有提升到 因为他有了新宅西州的一些 这就是九十年代 一个很出名的 被我的同事插到他飞起 你的同事有什么理由 因为我研究过 我先说一下 我都想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对Aaron Kruger的认识 以及你怎样看这个研究 因为芝加哥的人 很不喜欢这个研究 在九个年代 非常反感 说他们是造假 不是造假 而是很不小心去解释他的数据 我有看过其中一个说法 因为他是加了最低工资 再加上去 他没有计算到 之前大幅加了最低工资 一来 我不怕闷出你的观众 因为自然很仔细 因为已经闷出了 因为已经闷出了 他所谓的 这些是我们经济学商人所谓 比较早去再推荐这个想法 就是叫Differented 就是说 比较一个就是New Jersey 和一个隔离州 即是隔离州很近的 就是隔离州很近的 就是在一个隔离那里 你有加他没有加 那样 看看哪个就业率是差 那样大一点 另外就是在比之前之后 就是一个所谓Difference and Difference 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完一次之后 就是一个可以比前后 提升了最低工资 一个就没有提升 那细月率是一样 那就是没有影响 我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一下 我先说一下 大家可能未看的研究 其实他做的方法 当年人们从来不喜欢做这个方法 从来 九个年代之前 那些人做了这些研究 那他们就要看一些数据 政府公布的数据 于是乎是看整体的就业是怎样的 他们说 不是 我们做了一个讨计 他们自己就用一群学生 做研究 去访问工人 打电话 去访问了 几百间这些 公司 不是公司 几百间这些法产店 是 就问了这些问题 就问他们之前 因为他知道 因为法例是两年左右通过的 但是实行的时候可能要一年多两年 所以他就知道 通过了 知道他两年左右 会加取他的工资了 他就大概在实施之前 那半年 就问一次 他们 实施之后再问 是的 实施之后再问 两个地方都是这样做 然后就比较 其实说的可能是 两百几三百几个 就是整个成络 太少一个成络 是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们问了很少的法生店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问我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说 很多时候 这里有同事跟我分享 就是说 喂 我做生意的 你会不会 明天就得到工资了 那今晚 那天就要炒人 那天就要炒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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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一个短的 短片里面 比较这些东西 其实是看不到什么 很合理 是看不到什么 好 那时候我 那时候香港 十人最低工资 那我那时候写了社论 最低工资 那样东西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哪个是Ellen Kruger 問題是,我一定要去知道這件事,而這件事是違反了經濟學常識的 那些人說有這樣的研究,我就做了一些很商業性的,為了寫高而言的調查 但都找了一段時間,因為寫了很多片 我覺得貓利之處,就是在那幾年之中,美國經濟很好 當你經濟很好的時候,你出英資工資當然影響不到 因為人家正在駕駛,在他做研究的幾年之中,經濟增長是不好的 就像香港這樣,香港的最低工資永遠都是不效的 除了某一些保安行業之外 所以這件事,我沒有因為他死了 但當初的時候,香港實行最低工資的時候 我看過一些研究,我是對比過的 最重要的是因為經濟增長的問題 我認為,你說的問題我反而不知道 所以是有一個盲點在這裏 但其實今天我的主題不是說這件事 反而是由Ann Krueger去講到近日一個比較熱的新聞 就是講大學名校醜聞 大學名校醜聞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有一間公司,是Agency 它會專門幫助一些有錢人 我不知道算不算很有錢 因為它最貴是收到一百二十萬元 它是不是富豪? 中產、上產 中上產 那不算是頂級富豪 對,中上產 即比中產有餘,也未到超級富豪 現在富豪有很多種 一種就是有錢後面 一種是沒有錢後面 一種就是沒有錢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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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就是有錢後面 可以幫助一些有錢後面 其實因為有些客戶部分 都是跟明星去綜合客戶 所以炒得這麼大件事 最主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它會收你錢 去幫你製作假的刀 這些刀 譬如它沒有踢過美式足球 竟然可以做了美式足球的 譬如它可以幫你找人代考的入學士 它幫你代寫一些推薦信之類 就是一些文件造假 搞得很大件事 那關於Alan Krue的什麼事呢 就因為這一宗醜聞 就開始有很多人 引用了一個研究 就是它的研究就是 其實在這個名校效應 就是我們所謂的信號裡面 這件事在現在的美國 它說影響已經小了很多 它說還能幫到什麼呢 就是幫到一些黑人 和一些拉丁女人 因為它覺得一些比較低下階層 都仍然可以透過名校上來 但是它說真的有錢的人 或者是中上階級 其實名校對他們的增值 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就是從來這個就是 講回經濟學裡面 有兩個競爭的議題 一個就是資家的學派 就是我沒有校 就是我老師 Dekker 他們說 讀書就是什麼呢 資產增值 人類的資產 學習有用的東西 於是賺到錢 另外一派 東岸裡面的哈佛 就說這個是訊號來的 就是給一個 告訴大家 我能考進去 我聰明的人才能考進去 於是他學不到東西 但是就給了一個標籤號 或者給了一個標籤號 其實我是聰明的 你應該聘請我 我這麼難考的事 我能考到 我都不得意 名校我都入得到 於是你應該給了一個譯給我 這個就是 他們的這兩個 鹹水學派和淡水學派 有一點點像 就是這個 究竟我們怎樣看上大學的回報 就是這樣 他們剛才說的Kruger 那個說法就是 傾向就是 其實不是學到東西的 只不過可能是一個訊號 那以訊號來說 為什麼會這樣 你訊號的話 可能是 Hispanic 又或者有識人種 那些需要的訊號 比較強一點 是啊 同時也有些人延伸 他的說法就是 現在朱阿九都說 是哈佛課程 我們是哈佛的舊生會網絡 他說太多這些 反而令到老闆覺得 你就算哈佛呢 我也分不清楚 你是有料的哈佛 還是沒有料的哈佛 這個要小心點去解讀 讀書是一樣 你是不是那些校友會 又是另外一樣 校友會有兩樣 校友會 究竟你校友會 你是本科畢業 還是碩士 還是博士 我知哈哥的 我知哈哥是博士 通常 碩士就不太值錢 因為碩士的名校 很多人都不介意去搞一些賺錢的課程 是 香港很明顯 MAMSE 是 美國都是這樣的 那你如果只不過是 那個網絡是因為 你讀過那一個 爛鬼石士的話 那就是不值錢 就不關家學校的事 因為你有問題 我純粹實際相對來說 正如一部經典的電影 你認識神 哈哈哈哈 佛大學 今時今日 劍劍橋 劍劍橋 今時今日 還可以真的有多少做事 你基本上 你一出來做事 做了一年 那些人已經知道 讀什麼學校都沒有用 是吧 即是你要從學位 向來給一些 他完全不認識你的人做 你能不能做到事 你能不能做到事 即是學術界都是 即是你就算明下畢業 幫你第一次面試有用 你幾年研究沒有用 你也是一個會被西走的人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今時今日 即是如果讀書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名下畢業 名下畢業就是有Networking 但是只要認識那些人 在那個圈那裏 但問題就是 如果真正是讀書 讀書厲害的人 是有幾種用途 就是第一 他非常不怕門 而很多Documentary的事 是真的讀書厲害的人做的 就是我們剛剛前一天 幫過朋友談 我說那個是讀書厲害 因為你要考慮一下 例如你做過行政長官 你做過行政長官 是真的要看很多文件 甚至立法會議員 我都說一些立法會議員 是完全自意都不認識的 那你怎樣做 你有沒有看大量文件 那些的 但問題就是真正值錢的 例如你做Sales 做什麼事 做決斷 其實那些東西 是不需要和讀書 不是太大關係的 我看到最近幾年 賺錢最厲害的那幾個人 就是香港 就是賺錢最厲害的人 做股票 夭賺賭 那些全部都不是讀書 都不是讀書厲害的人 我覺得是 如果將讀書和工作去掛勾 賺錢 完全是不正確的 不過如果讀書好的人 他做中層的一些管理工作 做一些文件工作是有利的很多的 但另外一件事提到 Networking 那件事 我又不覺得是完全沒有用 我自己身邊有一位朋友 舊同學來的 都是資大一些博士來的 他就判徒出家 在學校組幾年 然後他想轉工 他轉工他自己找iBank 他想轉做Bank 那一開始寄 那一大學又是27 他寫信他的投行 後來怎樣找到工作呢 他現在在美國做的 就是因為Networking 即是說是Internal的 不是HR去見的 HR去見的 是HR去見的 HR去見的 根本不知道裡面的人是甚麼人 識字不如識人 識字不如識人 他就說 那些同學在圈子裡面 哈佛好 或者是Chicago好 就是MIT好 就是在他內容裡面 問你有沒有同學找工作 有同學找工作 這樣就轉行 你有需要這份工作的時候 即是所謂的Networking 反而就是因為他覺得 大家都是Internal Circle的人 可以上一個你 或者有一定的Benchmark 是的 就幫助你在這些 不是正式的方式 可以取得到一個技能 尤其是這些 可能他突然很急於找工作 你知道iBank 他們突然有預算 要想請這些人 不是出名校HR 你說Hiring Season 這樣搞的 其實iBank 不是這樣請人 全部都是為一位 他就想找一個回來 那當然找一個自己有 即將來大家互相幫助 在公司裡面 而自己有的標準 就是哪間大學畢業 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 很多女同學 她很有原則 我們不客人事 我們一定要自己申請 很多女生 港女讀書 即是我們很正直的 那麼正直的女生 正直的女生有好處 但是問題就是 我現在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整班人 一半女生都是這樣 那名校會有這個 真的有好處 還有的 還有就是 我們剛才師父說過 就是一些 非金錢上的回報 譬如說 你可能去到 認識女朋友 認識到你的 將來的老公 或老婆 那樣 剛正認識他老婆 又或者可能是 光宗耀祖 爸爸 兒子 我小時候讀不懂 名校 你已經滿足了我的遺志 不要說小時候 我爸爸也是這樣 都是跟他有錢 我兒子 之後畢業 金融 金融 強如金融 他讀書 他讀書 博士 都是為了虛榮 讀書 讀書 在上一輩 不太知道的人 都是一個很虛榮的人 所以才知道 現在說 名額人認識 所以這麼多有錢人 還要去買一個博士 今時的博士通街走 通街 叫大學商 哈佛道通街走 但是那些人去敲你的有錢人們 去跪你的有錢人們 求你分工 而有錢人們就要書尊降貴 自己去買分 講學位回來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